授越部队以海军两个牌为前岛 接着是步兵师 炮兵师 战车师 骑兵师 共一万六千多人 由东向西行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空军部队第一次公开列队 出现在世人面前 代表步兵接受检阅的步兵师 是华北军区的主力 两个月前 他们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炮兵 配备105榴弹炮 90野战炮 37高射炮 共92门 这些装备 全是从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党讲会那里 较获的战利点 战车方队 边有坦克99辆 装甲车50辆 汽车108辆 战车方队中的功臣号 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辆坦克 当他1945年从日军手中缴获后 便伴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 先后参加过四平保卫战 攻克锦州等著名战役 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 首次飞临天安门上空 飞在最前面的是 9架P-51型野马式战斗机 紧接着的是 2架文式轰炸机 再后面是3架P-51型运输机等 共17架飞机 接受检阅 为了防备敌机的突然袭击 其中有4架飞机 携带10弹飞行 受阅的123分队 9架P-51战斗机 通过天安门上空后 按议定计划 再通过天安门上空一次 9架P-51战斗机 加大速度 在飞行门上空 左右后转弯 沿西之门 东之门 转向建国门 正好与第六分队的教练机 相衔接 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由于飞机间的距离 衔接的天衣无缝 地面观众都以为 受业的飞机是26架 一些外国记者报道说 共产党空军主力 是P-51野马式战斗机 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 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议 30万群众的欢呼声 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 汇成一片 天安门广场 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龙马一生的朱董司令 为此感慨万千地说 从今天起 我才是名副其实的三军总司令 来自查哈尔草原的骑兵师 分别组成红马连 白马连 一天一体战马 以五马并行 通过天安门广场 骑兵们 莫腔跨马 逆风凛凛 雄姿跃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